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美国国税局的官网 注册我们的个人税务账号 查看自己的报税记录 查看自己有没有欠交税款 今天的方法不需要是美国的税务居民 即使我们是中国大陆的居民 也可以注册美国国税局IRS的个人税务账号 有很多小伙伴通过我介绍的方法 申请到了美国的税号 也就是ITN 申请ITN的大多数小伙伴 无非目的是有两个 一个是为了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 或者说美国的信用卡 另外就是也有部分小伙伴在炒美股 想要申请一个ITN 来给美国的国税局来报税 首先给这些想要申请ITN 有报税意识的小伙伴们点个赞 在中国如果是个人报不报税似乎影响不大 但是在美国 尤其是美国的税务居民 如果不报税的话 极有可能是要坐牢的 很多小伙伴想要在美国报税 也是因为自己可能未来要去美国生活 现在已经提前在美国布局了一些资产 不希望因为这些资产而产生税务问题 导致以后去美国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提到报税看到一大堆密密麻麻的英文的税表 很多小伙伴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会觉得头大 所以很多小伙伴都会选择找一个美国的会计师 来进行税务申报 比如说资产上亿的大佬们 他们可能有专属的会计师来提供贵宾服务 但是像我们这种底层的小白 很多还没有去过美国 只是美国的数字居民 英语也不会 这种时候我们不可能享受到一条龙的服务 很多只能自己去DIY 比如说自己去网上找美国的会计师 自己去搜集银行券商的税表 即使这些都做完了 可能自己也一头误税 我有没有报税成功呢 我有没有欠税 或者说能不能申请退税呢 如果说我可以查看我的税务记录 报税记录 我有没有欠税 那就太好了 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查看自己的税务记录呢 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我们可以在美国国税局IRS的官网 查到自己所有的税务记录 而且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在IRS的官网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 即使我们作为一个非美国税务居民 但只要我们申请了ITN 而且我们在美国银行账户申请美国信用卡 或者说申请美股券商的过程中 在开户的申请表上填写了ITN 或者说在填写W8的时候 填写了我们的ITN号码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 这些金融机构在每年的报税季 都会把我们的税务信息提交给IRS 这样的话我们在IRS的后台 就可以看到这些税务记录了 关于如何去申请ITN 也就是这样一张纸 这就是一个ITN 上面会有我们的美国的地址 我们的名字 还有出生日期 还有我们的ITN的税号 关于如何去申请ITN 申请了ITN对税务身份有什么影响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了解 如果说想要申请ITN的小伙伴 也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调转办理 接下来就向大家去演示一下 美国国税局IRS的官网如何注册我们的个人税务账号 如何查看我们的税务记录 首先我们来到IRS的官网 官网是有官方中文的 我们点击这边的中文简体就可以签换到中文了 在IRS的官网我们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关于美国税务的信息 比如说关于ITN的信息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搜索 去输入ITN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中文搜索结果的 关于什么是ITN ITN有用途是什么 什么人需要去申请ITN 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所以说IRS的官网 大家可以好好去利用一下 我们回到首页 点击首页的登录您的账户 在这边我们可以去简单了解一下 如果说我们注册了IRS的账户 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的 官方的介绍很详细 我们可以去访问个人的账户信息 包括我们的余额付款还有税收记录 也可以去直接缴纳税款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申请账户 我们点击登录您的在线账户 需要注意的是在线账户是一个英文的 接下来跳转到这个登录界面 如果说大家之前没有注册账户 我们就需要点击下面的使用IDme 注册一个新的账户 IDme是一个美国做在线身份认证的网站 它既然得到了美国国税局的官方的认可 所以说它的安全性 我个人觉得大家是不用太担心的 我们点击使用IDme创建一个账户 接下来网站就会跳转到IDme的网站 来进行一个账户的申请和认证 在这边我们输入电子邮箱和密码来进行注册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用Google 苹果Facebook这些账户来进行登录 我这边使用的是邮箱进行注册登录 输入完成之后点击创建账户 这边是一些隐私的条款 大家去阅读一下 阅读完成之后点击继续 在这个页面的话 去到邮箱里面去点击一下验证链接 输入邮箱里面的六位验证码 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继续 到这个两部验证的页面 大家可以选择这些两部验证的方法来进行验证 我自己的主账户使用的是FIDO的安全密钥 也就是之前向大家介绍的PBK英杰密钥 感兴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来进行了解 我这边是因为演示 所以说就选择第一个短信或者电话 我们去使用Google voice的号码 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在这边去输入我们Google voice的号码 然后发送一个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之后点击继续 这边有个恢复代码 大家一定要生成一下 然后保存到本地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的两部验证丢失了 或者说手机号码没有用了 我们就可以通过邮箱密码 还有这里的恢复密码来进行登录 保存完成之后我们点击继续 这里选择身份认证的方式 我们直接选择第一个自助服务就可以了 接下来点击继续勾选条款 点击继续 这里上传身份文件 默认是执照 这个执照指的是美国驾照的意思 我们点击更改文件 选择上传护照代替 接下来去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 点击继续 接下来系统会给我们的手机号码 去发送一个链接 我们点击这个链接来进行护照 拍照上传 我们点击收到的短信链接 然后会跳转到这个页面 劝一下邮箱 如果是正确的话 点击是的 接下来用手机对护照进行拍照上传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点击为您的护照照片页拍照 点击拍摄照片 然后去拍一下自己的护照照片 有人像那页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继续 劝一下没有问题 可以点击提交您的照片 接下来会对照片进行一个审核 我这边是随便拍的 所以说会提示出现错误 大家护照拍完之后 然后回到网页端 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它会提示无法读取我们的护照信息 我在实际注册的时候 提交的是正确的护照 但是这边也是显示 没有办法读取护照的信息 因为我们是中国的护照 所以说肯定是没有办法识别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步骤 就是通过视频通话来验证身份 虽然视频通话是英文的 但是整体是比较简单的 初中毕业的英文水平基本上就可以应付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后面我也会把视频认证的流程 还有审核员要问的问题分享给大家 我们点击通过视频通话验证身份 视频通话一共是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确认我们的信息 第二个步骤是发送两个文件 第三是等待文件审核通过 通过了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加入视频通话了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5到10分钟的时间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在这边输入自己的名字和拼音 输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 输入自己的地址 我这边输入的是自己租界的美国私人地址 在国家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中国的 但是选择中国的话 我不确定能否通过审核 如果有使用中国地址申请的小伙伴 并且申请成功了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和大家进行分享 地址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继续 这里输入SSN 我们没有SSN 所以点击继续输入您的 个人纳税识别号 ITN 然后在这边输入自己的ITN 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继续 这边会提示我们要上传文件 需要两个主要文件 或者说一个主要文件和两个辅助文件 我们可以点击下面的什么是主要文件 或者辅助身份文件 来了解一下哪些资料是可以的 首先主要身份文件的话 美国证件现在大家都没有 所以直接不看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支持 非美国护照或者国家身份证 然后辅助文件最简单 就是第一个银行对账单 可以是银行贷款或者金融机构的对账单 下面是工资单或者水电费单 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有地址显示的 而这个地址是需要和我们上面选的地址完全一样 缺完文件之后 我们回到这里点击继续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使用文件时 文件上面一定要显示我们的名字 地址出生日期 还有个人纳税识别号 这些都是必须要显示的 否则就不会通过审核 所以我自己是上传了三个文件 一个是护照 第二个是IS的确认信 也就是这个CP565 第三个是我在美国银行的对账单 首先护照是我的身份证明文件 证明了我是我 而第二个文件 CP565是确认了ITM的真实性 第三个文件是美国银行的对账单 上面有我美国的CN地址 所以说这个对账单是作为我的地址证明 资料准备完成之后我们点击继续 在这边提示我们上传这两个文件 一个是CP565 一个是银行对账单 首先我们选择第一个CP565 CP565的话需要完整显示我们的名字出生日期 还有ITM号码 我们点击继续 下面的话勾选是 我输入的姓名与我将提供的文件的署名相同 点击继续 是否作为地址证明 我们直接点击CP565的通知 也就是说可以作为地址证明 如果说有的小伙伴ITM只有会计师给的扫描件 上面没有美国地址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卷 我们点击继续 接下来提供第二个文件 点击显示所有的文档 最简单的就是选择非美国护照 点击继续 接下来再选择一个文件 我们点击所有的文件类型 去选择下面的银行贷款或金融机构的对账单 必须是三个月以内的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大家可以尝试提交中国的身份证 这边我不确定是否可以通过审核 这样完成之后点击继续 接下来大家上传这三个文件的照片就可以了 完成文件的上传之后 接下来就是等待文件审核通过 一般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 通过之后就可以加入视频通话了 视频之前大家只需要准备好护照元件 ITI和银行对账单 并不需要准备元件和扫描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视频通话的流程 首先审核员会说出我们的邮箱 问我们邮箱是否正确 其次会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名字 生日 ITI号码 核对没有问题之后 会让我们举着护照 核对一下是否是本人 然后视频就结束了 非常简单 一分钟都不到 视频结束之后 我们的邮箱就会收到审核通过的邮件 我们就可以重新到IRS的官网来进行登录了 现在我们来到IRS的官网 语言也可以签换成中文 点击登录您的在线账户 点击使用IDMI进行登录 接下来输入我们的IDMI账户信息 点击登录 进行两部验证 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IRS的个人账户的后台 说明我们已经注册成功了 这里的语言只有英语和西班牙语 我们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 首先在首页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账户状态 这边提示我的2022年纳税申请表未得到处理 也就是说我在2022年度并没有报税 因为我去年在美国没有利息股息或者分红收入 也没有收到1042S税表 所以说我这边就没有进行申报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欠税的总额是0美元 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是付款的界面 如果说我们欠税了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税款的补交 点击完成之后会跳转到这样的付款页面 然后选择银行账户或者第三方账户进行支付 这边是通知没有内容 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查看税务记录 提示我的税务信息是不可用的 因为我们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 所以说很多税务信息是缺失的 比如说在这里21和20年的经济影响付款 这个其实就是美国的疫情补贴的发放的情况 非美国税务居民是没有的 这个是正常的 其他菜单大家可以自己去点进去看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一下这里 有一个在线获取成绩单 所谓的成绩单就是我们过晚报税的一个记录 我们来到税单的这个页面 可以把网页翻译成中文 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税务表单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去选择需要成绩单的一个原因 选择其他然后点击go 在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最近三年我们的所有的税表 我这边去点击这个税表 2022年的点进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是空白的 是没有任何重要的信息的 因为并没有进行申报 接下来我点击2021年的 就可以看到这边2021年是有内容的 在这边这样的一个税务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1042S的税表 申报的机构是TDMH 就是德美利证券 接下来就是税务的对象 也就是我自己 我们往下拉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35美元的收入 这个收入其实就是我炒美股的股息和分红的收入 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详细的信息 比如说它预扣了多少税 在这边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发现券商多扣我的税了 把我当成美国的税务居民付了30%的税 除了我们可以向券商或者说 每个金融机构来要求税表之外 我们也可以在IIS的官网注册账户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税表 我们把这个税表下载下来 提交给会计师 就可以让会计师帮我们进行税务申报 去要求税务返还 当然如果说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去欠税了 也可以在国税局的后台去看到我们 欠了多少钱 及时把它补交就可以了 通过在IIS官网注册个人的税务账户 我们就可以及时了解自己在美国的税务动态 消灭不确定的税务风险 让大家心里明明白白 不用担心在美国的税务风险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演示教程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说大家想要申请开天 也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了解 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视频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